来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我成功的变成了一个暖男 我可以记住你生理期的日子 帮你把所有的备品都准备好 暖宝宝 红糖 美生巾 一个都不能少 劝你多喝热水 你不喝我喂你的 你生气 我不会跟你吵架 直接一把把你搂过来 必须道歉 逛街累了 我能给你揉脚 冰包 做你的人肉轮椅 当然了 这些前提 你得是个孝敬父母 脾气不要太暴躁 勤俭之家的好女孩 那样的话我愿意为你 上九天揽月 下午羊捉鳖 一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也真是遇着奇葩前女友了 这个是跟他出了几年呢 跟这个前女友 前前后后一百多天吧 三个月就这么多戏码就全部都马齐了 你看那个什么报警啊 鸽腕啊 跳楼啊什么 这些戏码全经历了啊 没错 那是什么支撑着你一直跟他出了一百多天呢 我现在也迷茫了 那是什么导致了他天天能做一回呢 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 他属于那种 就是 沾火就着 甚至没有火的自然的那种 就冲着小伙子好脾气啊 这咱姑娘稀罕的 从台下都冲上来了 那是相当给力啊 就像能不能成的 广告很短 咱马上回来看啊 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 他属于那种 就是 沾火就着 甚至没有火的自然的那种 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我就真想问 前女友做了一百多天 你就没发过一次脾气啊 发过脾气是肯定一定发过脾气 发完了呢 没用 没用 然后就觉得发脾气 发不发脾气呢 就没有用了 就 干脆不发了 对 我还觉得挺累的 发了 有没有觉得找到根了 为啥他刚才说 啥事都行 啥都听你的 对对对 是不是全是前女友 给培训成这样 是 他有脾气 不行有脾气 那边又跳楼 你说你啥 想啥都行 啊 这边有脾气 要搁吧 行行 你说啥是啥 啊 对不对 这好脾气都练出来的呀 啊 也折磨疯了都 折磨疯 确实折磨疯了 来 14号大脸 就是小伙儿 我就是想问你 你是看过这个节目 你感觉我脾气好吗 还可以吧 是不是沾火就着那种啊 你 实话实说 应该算 我就算了 那你感觉我跟大元元 我俩谁脾气大呢 那你俩得PK一下啊 你还敢让他俩PK呢 我俩现在是组合 P不好 我俩容易P你 我这人不但爱发P 我还喜欢怼人 没事我就喜欢掐掐的 抠扣的 最主要的事 如果有包 我永远给他抠出血了 那个别像小虎儿的 不行我兄弟那小底格 不敢让他折磨呀 你现在还想找一个那种脾气不好的对象吗 坚决不找 你看你都不找脾气不好的 你俩还又P人 你多吓人呐 你俩很温柔的 16号 威尔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是像你之前那个感情经历 我觉得你就是给你的女朋友惯的 他就是惯的呀 你可以说你有脾气啥的 什么隔腕跳楼 我就不信他咋就能真隔腕真跳楼呢 谁都有过说当女生那个时候的时期 但是吧 你就是给他惯的 然后经过你的那个前段经历 总结你说你现在要做暖男 没什么脾气 随意 开心 怎么怎么呀 你不能就是 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比较喜欢那种 你顺从的时候就非常好 但是没事也应该适量的就去怼一怼 两个人只有这样就是有摩擦 有就是互相温柔的一面 才能更好的接触 但他绝对不是没性的 他就是一些 肯定原理性的问题肯定会有 他第一天放得有点低 但实际上吧 真的是有一种女孩 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她可能跟你作呀或者 就是为了博得向你撒骁 就是为了博得你的关注 甚至博得一种安全感 存在感 是是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通过这样的事情 好好分析一下 到底怎么想 女人的心思很难猜的 真是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你看通过这一百多天的感情 小伙儿练就出了一副好脾气 好涵养 我觉得这才难得 对 真是难得 完了 没了 场上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小伙儿脾气太好了 脾气这么好 然后呢 特别好多人都说 说东北姑娘啊 要找东北姑娘得做好心理准备 那一说话齐了咔嚓的 怼人怼的 那都不打扫稿啊 你是碰着这样的好性格的小伙子 多难得呀 怎么还能灭灯呢 能不能来一个台下游 台下游 对呀 哎呦 我 台下游 好 我们台下游 有了有了 来来来 掌声有请这位勇敢的姑娘 来有请 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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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会叛恋她 哎呦 好勇敢啊 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个我叫巴鸿磊 我家是酒台的 然后在下边看这个 看他好久了 就感觉他挺幽默的 然后又 感觉对人挺好的 所以我就上来了 嗯 脾气好 你能不能做呀 我 我不怎么做 但是可能 可能 吵架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 挺好 挺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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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 我二十五 二十五 做什么工作的 策划设计 哦 你的爱情宣言是什么 策划设计我都会 我就是美丽的巴鸿磊 你喜欢小伙子什么 就是比较幽默 感觉他对人会很好 哦 而且就是 刚才跟姑娘们 交流的过程当中 觉得还挺成熟稳重的 是不是 是 哦 那巴鸿磊 将来你会主掌 家里的大权吗 呃 我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两个人 一起就是合作 不是说一个人 就是说了算 丑了是不是感觉 能像过日的人 对 像过日的人 对 要知道 呃 从这个我们的 后辈女嘉宾区域 能够喊出台上没有台下游 台下游 其实是需要胆量的 嗯 要有勇气的 啊 为什么 因为 不知道到台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但是足够喜欢了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到台上来给你讲这个事情 是吧 没错 嗯 嗯 那接下来 你的选择是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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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你选机前 我们能跟他商量商量的部分 不错 我刚才听导演说 第二现场 极力的想要跟我们这个第一现场连线啊 对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是 呃 我是他的发小 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多少年的朋友了 呃 从小时候不记事开始算应该有三十年了 哦 那那应该说 对他相当了解了是吧 对 啊 为啥这么急切地想跟我们这个现场连线呢 那个 哈龙 三十了 年纪不小了 差不多就行 别太挑了 啊 我们 都有媳妇有孩子了 对吧 就差你自己了 有一个 我看 我们五个看都挺合适的 是不是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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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觉得自己年龄也蛮逐渐大了 台上刚才那个第二现场的五位 就是都已经成婚了 然后现在孩子都挺大了 就是他们天天都看我笑会 说你这三十来岁的人了一天天没这样事 啊 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是为了我好 就是可能觉得我真的应该成家了 嗯嗯 就是这样 嗯嗯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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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手